众人狭想被打断 都有些恼怒地朝那人望去 杨开也正听得得劲 察觉到这一动静连忙朝声音来源之处望去 赫然见到一个批发壮汉独坐一桌 浑身酒气 一脸桀骜凶狠之色 神念扫过 杨开发现 这人竟只有虚王三层镜的修为而已 而且似乎最近不久前才受过伤 体内气息不稳 右边一只眼 也不知怎叠被人刺瞎了 没有黑瞳 只有白人 配合他那猙獰粗狂的相貌 让人瞧着不寒而栗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此刻这独眼壮汉一脸愤怒之色 那酒壶捏在手上都被捏碎了 香喷喷的美酒顺着手指往下滑落 我倒是谁 原来是下山虎柴兄啊 那先前说话的人轻笑一声 说完之后又拍了拍自己的嘴 道 不对不对 应该是独眼虎才对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讥讽和嘲弄之意 其他人也都跟着大笑起来 似乎这个柴姓男子并不讨人喜欢 柴兄 我很好奇 你这眼睛到底是谁给戳瞎的 那人笑完之后又问了一句 柴虎闷哼一声也没有回答的意思 只是坐在那里 神情猙獰 翻着一只白眼瞪着那人道 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 否则我撕烂你的嘴 那人面色一变 低喝道 什么信口雌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柴虎道 那位姑娘 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 哪位姑娘 那人眉头一皱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迷眼道 柴虎 你该不会是说 那新来的城主夫人吧 柴虎冷哼一声 端起桌上的酒杯 一饮而尽 那人不依不饶道 瞧你这意思 你难道见过那位城主夫人 柴虎手上动作一顿 仅剩的那一只独眼中 流露出回忆的神色 不过一闪而逝 冷声道 何须多问 那人震了一下 忽然又是笑着拍手道 我知道你这眼睛是怎么瞎的了 他顿了一下 卖个关子 然后大笑道 定是偷看那新来的城主夫人出狱 被他给刺瞎的 一语出 哄堂大笑 柴虎却猛地起身 直接掀了桌子 身形晃动间 如猛虎下山 冲到了那人面前 手上忽然出现一柄砍刀 直接朝那人劈去 也不知道这话 是不是触动了柴虎的逆铃 此刻柴虎一身杀鸡 犹如实质般浓郁 吓得那人一个机灵 连忙运功抵挡 两人都是虚王三层进的修为 这么拼命起来 造成的威势倒也不小 只见那气浪翻卷 圣缘涌动间 整个三楼的桌子 一下子全都先飞出去 甚至连酒楼都一阵摇晃 差点就此倒塌 酒楼的掌柜听到动静 急匆匆窜上来 正见到两人疏死搏斗 吓得脸都白了 一个劲在旁边哀求 让两人去城外决死一战 但两人哪里听得进去 杨开摇了摇头 一脸无奈的模样 伸手抓起桌子上的酒杯 饮掉杯中美酒 丢下一些圆巾 身形一晃 便离开了酒楼 穿梭在人群之中 舞者之间打架斗殴 是极其常见的事 每个舞者都是在刀口上填写的主 今日那柴虎和另一人的其中之一 说不定会因这次斗殴而死 但这也是他们的宿命 杨开并不准备去理会 他本想静止返回天魁楼 但在路过一家药铺的时候 却是忽然顿住了身形 然后湿湿然走了进去 这药铺应该是紫园商会的产业 因为店铺的门口招牌上 有着紫园商会的标志 他想趁这个机会采购一些草药 最近一段时间 他手上的丹药消耗不少 虽说空间间内材料还挺多 但想要炼丹的话 还需要服以另外一些材料的 而这些材料就只能购买了 紫园商会在天鹤城中的 这药铺规模比封林城的林丹方大不少 货物也是充足得很 杨开在一个店小二的陪同下 选购了不少自己认为用得上的药材 让那店小二洗上霉梢 暗暗觉得碰到了财神爷 愈发的恭敬陪同 安前马后极为周到 花了一个时辰的功夫 杨开才选购完毕 让店小二将所有货物打包整理好 来到柜台处结算 掌柜的四也知道碰到了金主 笑容很是亲切和蔼 正算着价钱 却见门口处光线一案 有人走了进来 掌柜的抬头一看 顿时惊讶到 原来是洛小姐大驾光临 小人失利了 文婷此言 杨开忽然神色一动 暗暗觉得掌柜这口中的洛小姐 可能就是这天鹤城城主洛金的女儿 因为两人是同性 而且能得这掌柜如此重视的 也只有城主府的人了 掌柜的好歹也是紫园商会的人 没点身份的客人 不可能让她如此郑重对待 她好奇之下回头望去 一下便见到一个身材玲珑有致 穿着古灵精怪的少女 笑嘻嘻地从外面走进来 文言挥手道 掌柜的你忙 本小姐只是来随便逛逛 洛小姐请便 掌柜的微微一笑 虎脚蛮缠 少女静止走近 而在这少女身旁 有一个青年贴身陪同 那青年生的唇红齿白 玉树临风 手上握着一柄折扇 一副风流倜傥的模样 居然是那天赵宫的秋雨 杨开与他四目对视之下 秋雨微微一愣 旋即笑道 是你 杨开把手一遮脸 侧着身子道 不是我 你认错人了 秋雨一脸愕然 不知杨开这是要闹哪样 少女也好奇地打量杨开 望着秋雨问道 雨哥哥 你认得这人 秋雨轻笑 算是认得不熟 哦 少女点了点头 一副大喇喇的模样 拍了拍杨开的肩膀 道 为你这家伙 与哥哥跟你说话呢 你怎敢不搭脸 杨开动了下肩膀 将他的手撇开 一脸不耐地斜着他道 男女瘦瘦不轻 你家大人没教过你 在大街上随便拍别人肩膀 想干什么 少女脸色一红 咬牙道 你还敢教训我 秋雨一笑 道 冰妹妹无需与他一般见识 此人似乎一直这般鬼鬼祟祟 先前在城门处也是 打着千叶宗的招牌 混入城内 也不知异于何为 他跟千叶宗的人是一伙的 洛冰闻言 小脸一沉 似乎对千叶宗 没什么好印象 正是 秋雨微微汗手 洛冰立刻道 那定然是什么不鬼的企图了 你这家伙 给本小姐说清楚 混进城来 到底想干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他竟直接当着杨开的面责问起来 杨开一脸无语 瞪眼瞧着他 暗想这小丫头 应该是被宠坏了 有些不安事事 心念一动 杨开黑黑冷笑起来 洛冰厌恶道 笑起来都这么恶心 你还不快说 近城来 到底想做什么 杨开吟笑不迭 道 还能做什么 听闻天鹤城美人无数 自然是还切欲偷香了 尤其是一些水灵灵肌肤鲜嫩的小姑娘 正合在下的胃口 一边说着 他还一边深吸一口气 做出一副陶醉销魂的模样 接着道 闻一闻 喷香扑鼻 舔一舔 可口美味 嘖嘖嘖 洛冰被吓了一跳 小脸都白了 不由地往退了几步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似是真被吓到了一样 邱宇眉头一皱 闪身挡在洛冰面前 冷哼道 朋友注意点 要知道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有些话说出来 是会死人的 杨开呵呵一笑 耸肩道 是你们非说我混进城来有所企图 我就配合一下咯 洛冰这事也回过神了 从邱宇身后跳出来 交合道 你敢吓唬我 你可知道我是谁 杨开瞧了他一眼 嫌弃道 不知道 别理我 烦着呢 竟然叫别理他 洛冰一双美眸瞪圆 气得苏兄起伏 他生来便是天鹤城城主之女 地位尊崇 家境优渥 长相也是一等一的出众 自从长成之后 身边便不乏追求的男子 便如天照公的邱宇 每次来天鹤城 也都陪伴在他身旁 寸步步离 犹如护花使者一样 而洛冰对他 也是予取予求 无论什么愿望 都可以满足 他始终生活在 被众心拱跃的环境中 被所有人捧在手心 还真的从没 被哪个男人如此嫌弃过 一时间 心中委屈的不行 跺脚道 你 我要你好看 杨开闻言 面色一沉 他虽然不惧这天鹤城 但若真的与洛冰 起了什么冲突的话 可能会连累到千叶宗等人 这可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洛冰叫嚷着 已经三步并做两步 一下窜到了杨开面前 仰着修长白皙的紧帛 恶狠狠地瞪着他 杨开正警惕间 却见他一转头 指着柜台上的货物 冲店铺掌柜的道 这些东西是他买的吧 那掌柜的闻言 下意识地汗手道 正是 很好 洛冰一咬牙 道 这些东西 本小姐全要了 一个都不许卖给他 杨开顿时一脸黑线 秋雨也在一旁愣住了 暗想 这就是你要给他好看的方法 这是不是有些太不拙边际了一点 掌柜的一下露出为难之色 道 洛小姐 这些东西是这位客人选购的 价钱小的都已经结算出来了 洛冰道 还没交付吧 掌柜的迟疑一下 道 这倒还没有 那就行了 东西我全要了 洛冰从鼻孔中哼着热气 一脸得意洋洋地望着杨开 一副你敢跟我斗的架势 杨开一副无语至极的表情 愈发觉得这小丫头是被宠坏了 连生气发火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 掌柜的深吸一口气 道 洛小姐 这些货物是这位客人选购的 若他执意购买的话 老朽必须卖给他 所以 恐怕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什么 洛冰的小脸一下子拉长了 盯着那掌柜瞧着 啊 你是不是没听清楚我刚才的话 掌柜的淡然道 小店有小店的规矩 还请洛小姐见谅 这家店铺虽然不大 但好歹也是紫园商会的产业 代表的是紫园商会 所以 即便洛冰是城主大人的女儿 掌柜的也并不是太惧怕 更不会因为他而得罪旁的客人 坏了紫园商会的名誉和名声 至于因此而得罪城主府小姐 自有上头摆平 况且 若是洛金得知事情缘由 恐怕也不会更不至于来为难这家店铺 你 洛冰顿时气的小脸通红 秋雨见状道 冰妹妹 算了吧 不过是一些药材而已 此地不卖 去别的地方买也是一样的 不行 我今天非要买了不可 洛冰鼓着腮帮子 也不知道在跟谁呕气 一咬牙道 掌柜的你说 这些东西到底要多少钱 本小姐出双倍 掌柜的揉了揉额头 苦笑道 小店规矩不可破 杨开笑道 掌柜的 有钱不赚王八大 既然这位姑娘 愿意出双倍价钱买这些 那便卖给她就是 掌柜闻言 立刻朝杨开头 以一个感激的眼神 公声道 多谢这位客人大量 洛冰叫道 你们干嘛说的 好像是他让给我的一样 这是本小姐抢来的 是是是 是你抢来的 在下甘拜下风 杨开不迭地点头 这还差不多 洛冰脸色稍矮 得意洋洋地一扬小脑袋 敲着桌面道 说吧 到底多少元金 掌柜的看了一下 在面前的算盘开口道 若是这位客人买 那便是1860万4300元金 零头可以抹去 算是1860万好了 所以洛小姐只需支付 3720万元金 咕咚 洛冰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监色道 多 多少 掌柜的抬头 面色淡然地 将那价钱又报了一遍 这下连秋雨 都不禁瞪大了眼珠子 一脸震惊地望着杨开 她压根就没想到 杨开买的这些东西 竟然要这么多元金 这样一笔元金 已经足以让大多数 到元金洞容了 即便秋雨是天照公 少公主 手上也没有这么多 有如此庞大的财力 已经说明 杨开并非一般舞者 洛冰也像是傻了一样 许久没有回神 好一会儿功夫 洛冰才色声道 掌柜的 你没算错 掌柜的不卑不亢道 老朽掌管 这店铺三十年 从未出错 洛开在一旁咧嘴一笑 道 怎么 洛小姐这是没钱买啊 谁说我没钱了 洛冰一听 就跟被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 跳脚道 眼中 父亲大人给我的零花钱 就远不止这些呢 嗯嗯 杨开不住地点头 抱拳道 洛小姐财大气粗 在下佩服佩服 洛冰低声道 只是今天出门急得很 没带在身上 洛开一笑 邪腻着他道 洛小姐这该不会想要赦账吧 谁说我要赦账了 洛冰脸一红 刚才他还真有这个打算 但被洛开当面严育一番之后 哪还有脸面做出这事 只能戚戚爱爱地望着秋雨 道 宇哥哥 秋雨几乎是本能地抹了下自己的空间界 嘴角抽出道 宾妹妹 我这只有一千万 洛冰文言 剁脚道 你出门怎么不多带点元金啊 秋雨一脸无语的表情 心想 一千万已经很多了 这还是自己辛苦节省下来的全部家产了 哪还有更多 更何况 即便是有更多 这个时候也不能拿出来 为了赌期花双倍的价钱买一些药材 花出去可是自己的元金 洛冰那边肯定不可能还给自己的 想到这里 秋雨恨恨地瞪了洋开一眼 觉得都是这小子暗中使坏 让自己下不了台 洋开就当没看到 哈哈一笑 洛小姐原来是没带够钱啊 既然如此 那这些药材我就拿下了 住手 洛冰大叫着 直接扑到了那药材上面 用身体护着 好似护住什么极为重要的东西一样 宠洋开叫道 你先等一会儿 我回去叫父亲大人给我足够的元金 城主大人会给你吗 洋开撇了撇嘴 洛冰只要还没失去理智 就不可能给洛冰这么大一笔元金 只为了去赌气 更多可能会派人来教训一下洋开 出不了手 邱宇也看不下去了 伸手拉了一下洛冰 道 冰妹妹 别胡闹了 城主大人今日要为明日的典礼劳心 只怕是不会见你的 我没有胡闹 我就要买这些东西 洛冰倔强地道 洋开摇了摇头 伸手将那些药材拿了过来 放进自己的空间间 然后将相应数量的元金交付给掌柜 转身朝外走去 他已懒得在与这两人纠缠什么 你别走啊 洛冰不依不饶地叫道 却没有任何效果 眼见洋开就要离开 他连忙拉住了邱宇 扬求道 宇哥哥 你帮我拦住他 我今天非要把那些药材买下来 算了 邱宇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陪着不安适适的小丫头胡闹 他也快到忍耐的极限了 无奈天鹤城如今实力不俗 天照公有意与其拉近关系 所以 每次来天鹤城 他都会陪同在洛冰身边 若是让城主大人知道了不太好 有什么不好的 在这天鹤城内 本小姐想拿谁就拿谁 出什么事我负责 洛冰一副遗旨气使的模样 更何况 他不是跟千叶宗等人在一起的吗 正好问问 他进城来有什么阴谋 唉 邱宇无奈叹息 见他这般胡搅蛮缠 只能硬着头皮搭硬下来 更何况 他也很想知道 杨开到底与千叶宗什么关系 千叶宗中并没有杨开这号人 这点他还是很清楚的 可是之前在城门处 叶庆寒静说他是千叶宗的人 这让邱宇不免有些警惕 一念至此 他汗手道 好吧 但若是城主大人问起此事 我绝不提你就是 宇哥的最好了 洛冰露出一副开心的模样 邱宇脸色一立 低喝道 二老 有劳了 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 洛冰笑嘻嘻地站在那里 盯着杨开的背影 期待着他被拿下 幻想着这家伙被自己一番拷打 跪地求饶 将那些药材乖乖双手奉上的场景 但看着看着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杨开失失然走出店铺大门 然后一转身 就涌进了人群之中 随即不见了踪影 他 他跑了呀 洛冰晃了晃邱宇的胳膊 提醒道 邱宇也是一脸愕然 冲虚空吆喝道 二老 怎么回事 他话音落下 身边人影忽然一闪 先前在城门处 随他一起到来的两位道员三 曾经老者齐齐现身 只不过两人此刻全都额头冒出冷汗 脸色微微发白 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 你们为何不出手 邱宇神色一怒 暗暗觉得自己 在洛冰面前丢了面子 心情很是不好 两个老者对视一眼 其中一人道 公子明健 非不出手 而是出不了手 怎么回事 邱宇脸色一沉 老者道 老朽也说不上来 刚才我二人正要出手之时 却莫名地生出一种 极为危险的感觉 好似 好似 他说着话 面上浮现出一丝精具的神情 另外一个老者接道 好似若是真的出手 我二人立刻便会躺下 开玩笑的吧 邱宇一下张大了嘴巴 瞪着两个老者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先前开口说话的老者道 公子 我二人追随你多年 公子之命从来没有拒绝过 但是今次 是有蹊跷 不错 还请公子恕罪 另外一个老者接道 邱宇望着他们许久 这才色声道 你们的意思是说 那小子扮猪吃虎 可能是个帝尊敬强者 此言一出 邱宇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背后冒出一片冷汗 脸色都白了 二老可全都是道员三层敬强者 虽然年事已高 但功力愈发精纯雄厚 能在一瞬间压制住他们 让他们心生俱念 不敢动手 却毫无痕迹者 除了帝尊敬之外 再无可能 一想起自己 居然招惹了一个 帝尊敬级别的强者 邱宇就忍不住一阵发虚 双腿哆嗦 都有些站立不稳了 不不不 先前开口说话的老者摇了摇头 那小子年纪不大 不可能是帝尊敬强者 而且老夫二人 仔细用神念扫试过他 确实是道员两层 竟修为无疑 那就是 有帝尊敬在暗中保护他 邱宇再次一惊 也不是 那种感觉 并非来自帝尊敬强者 另外一个老者摇了摇头 邱宇吞着口水道 是不是二老感觉出错了 先前说话的老者道 公子是不信我们 并非如此 邱宇闻言连忙摆手 只是 这是总有个解释吧 难道说 那小子能轻松胜过二老不成 老者冷笑道 以他的修为年纪 想胜过老夫二人 还早了一百年呢 洛宾在一旁听的云里雾里 此刻插嘴道 你们在说什么呀 那人都已经跑掉了 你们两个老家伙 真是太没用了 亏于哥哥 还对你们那么好 邱宇脸色骤然一冷 望着洛宾道 闭嘴 洛宾吓了一跳 从他认识邱宇到现在 还真没见过对方这样对待自己 更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 再加上刚才所受委屈 一时间尽有些接受不了 歇斯底里道 你骂我 你敢骂我 邱宇冷哼道 二老带我如长辈 容不得你来羞辱 洛宾眼圈一红 眼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 往下掉落 咬牙站在原地 恨恨地瞪着邱宇 然后扑上去粉拳乱锤 口上叫道 我恨你 我恨你 宇哥哥醉坏了 我恨死你了 锤打一阵 直接扭头朝殿外跑去 眨眼间冲进了人流之中 不见踪影 公子 还不快追 两个老者中的一人健壮 脸色微变地道 邱宇冷哼道 小丫头被关坏了 就让他自己去反省一阵子好了 可是 若洛姑娘出了什么意外 老者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邱宇不以为意道 她是城主大人的女儿 在这天鹤城内 谁敢对她怎么样 只怕现在就已经往城主府跑去了 她的性格我了解 不用担心太多 见她这么说 两个老者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倒是那个小子 值得多关注一下 邱宇面色凝重 这小子说不定有些秘密 我很想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公子放心 我这就去查探一番 一个老者抱拳说道 身形一晃 便消失不见 天鹤城 街道之上 一个少女哭哭啼啼 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 在人群之中横冲直撞 惹得骂声连连 洛宾简直伤心透了 先不说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子嫌弃厌恶 在那店铺内 更是被羞辱一番 紧接着 竟被他视为最好朋友的邱宇骂了一通 从小到大 他还没受过这般委屈 一时间只觉得悲从心来 那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一会儿就哭得眼睛红肿起来 他一边哭一边跑 时不时地回头看一下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但始终不见有人来追自己 一下子更伤心了 只觉得自己是这天底下最悲惨的人 再没人能比自己更可怜了 想来想去 他觉得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都是那个一脸贱模样的青年 若非是他不把那药材让给自己 自己也不至于下不了台 更不至于被邱宇则骂 想到这里 他在心中将杨开给骂了的狗血淋头 暗暗发誓 再见此人定要叫他好看 也不知道哭着跑了多久 等到洛宾回过神之后 却发现自己竟然迷路了 虽说 他是天鹤城城主之女 自小便生长在此地 但往日他出门哪一次不是前护后拥 护卫开道 所以 他根本不需要去管太多 只管自己开心就好 逛完了之后 自会有人领着他回家 而他所去之地 无不是天鹤城内最为繁华的地段 可是此时此刻 他却发现四周一片萧条 街道窄小 空气难闻 四处都是令人作呕的气息 那街道两旁 竟有许多伤残之人摆摊行起 更有一个模样邋遢 浑身污垢的乞丐 正在阳光底下抓狮子 抓到一个 便丢进嘴里咬一下 嘎嘣嘎嘣脆 吃得有滋有味 洛宾连忙扭过脑袋 一阵作呕 同时也在心中问自己 这还是繁花似锦的天鹤城吗 自己该不会是跑着跑着 跑到哪个不知名的小城来了吧 想到此处 洛宾悚然一惊 若是如此的话 那他肯定找不到回家的路 刚刚平复的心情 再次落入谷底 惊慌的眼泪水又流了出来 就在此时 他忽然看到 前方两个男子走过 就如溺水之石 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一样 他一抹眼泪连忙跑了过去 交互道 你们两个等一下 那两个男子闻言 不由顿住了步伐 扭过来朝洛宾望去 一扫之下 两人皆是眸路金光 洛宾本就生得容貌不俗 身段恶挪 常年的养尊处优 让他有一种天生的上位者气质 此刻虽然哭得梨花带雨 但却平添一份 我见游怜之感 也难怪这两人看得目不转睛 暗暗吞咽口水 平日里天鹤城这一块地方 但凡有点身份 有点滋涩的女子 都不会过来 可是今日 却突然来了一位神女 两人哪有不心动的道理 脑子坏掉了 神殿扫过 两人发现 这少女竟只有 反须三层镜的修为 对视眼 都瞧出了彼此眼中的 蠢蠢欲动之意 其中一个稍胖的舞者面上 堆出微笑 半成熟可靠状 嘿嘿嘿 骆冰听得美眸一亮 惊奇地望着那胖舞者道 你怎么知道的 本小姐就是迷路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啊 胖舞者为之一愣 心想自己不过是随口胡周一下 还真的歪打正着了 看面前这少女欣喜的样子 也不似作假 立刻明白 面前这少女 应该是那种 常年足不出户 对外界信息不了解之人 她干咳一声 摆出一副悲天连人的模样 道 小姑娘不用怕 有我二人在此 没人会伤害你的 骆冰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 如是负重 破涕微笑道 太好了 我就知道 事情没那么糟糕 她这一笑 顿如一夜春风百花开 瞧得那两舞者眼珠子都直了 不断地吞咽着口水 浑身热血沸腾 你们两个 赶紧送本小姐回家 带本小姐回去之后 重重有赏 骆冰一眨眼 就恢复了 先前那遗址气势的架势 冲对面 两个舞者吆喝起来 两人对视一眼 另外一个体型稍受的舞者微笑道 好好好 我二人这边送姑娘回家 姑娘且随我们来吧 骆冰汗手 只是道 带路吧 她也不问问对方 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清不清楚自己家在哪里 便直接跟在那两舞者身后 朝着巷子的更深处行去 对方二人显然也没有要多说的意思 只是闷头朝前走着 跟在后面的骆冰 心情似乎也逐渐愉悦起来 之前的诸多不快 一下子就忘得一干二净 走着走着 竟还哼起了小曲儿 一副快乐的百灵鸟的样子 一盏茶之后 骆冰才逐渐发现不对 她顿住步伐 扭头四望 发现此地比刚才那地方 竟更加荒凉了 而且放眼望去 四周竟不见半个人影 房屋倒塌 一片断圆残壁 宛若鬼欲 此情此景让骆冰一阵心慌 颤声道 这 这是什么地方 本小姐不是让你们送我回家吗 你们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前方两个舞者文言 同时停下步伐来 扭过头 黑黑音笑地望着骆冰 骆冰就算再蠢 这下也意识到 事情有些不对了 面前这两人 似乎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也并非是要带自己回家的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骆冰吓得小脸发白 不叠地往后退了几步 脚下却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一个没站稳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惊慌和疼痛感一起涌上来 让他立刻哭了出来 嘿嘿嘿 那胖舞者不叠地冷笑着 一步步地朝骆冰行去 那逐渐逼近的身影 给了骆冰极大的心理压力 让他的心脏 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机遇冲出喉咙 本小姐警告你们不要乱来啊 要不然 要不然 你们就死定了 骆冰咬着红唇 用他自认为最有分量的话语 威胁着对方 但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份上 那两人又如何会善罢甘休 受舞者笑道 小妮子有意思得很 你这么天真 你爹娘知道吗 那胖舞者更是吟笑不迭 道 叫吧 叫吧 这鬼地方 就算你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搭理你的 说话间 胖舞者已经一个剑步 冲到了骆冰面前 伸手朝他修长的紧箔抓去 骆冰惊恐地大叫一声 双掌朝上一推 体内圣缘涌动间 竟打出极具威势的一击 但他毕竟只是个反须三层进舞者 自小不爱修炼 这点修为 还是在大量天才地宝的堆积和辅助下才能取得的 体内圣缘博杂不纯 招式不熟 而那胖兽舞者 两人皆都已经到了虚王境的层次 所以 面对这一招 那胖舞者只是随手一挥 便将对方的招式破解 旋即出手如电 在骆冰肩头上猛拍两下 骆冰一下子软了下去 一身力气都提不起来 经脉被阻塞 一声修为直接被镇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胖舞者 伸手拉住了自己一扇的竖带 慢慢解开 不要 不要啊 骆冰哭着央求起来 胖舞者却被这柔弱的呼唤 刺激到了内心深处的邪恶 鼻孔之中喷着热气 眼睛都红了 喷着口水道 这丫头的声音真是销魂 真是老天有眼 竟然我兄弟二人 遇到这么一个角色 那兽舞者也是浑身躁热难耐 此刻一下子窜到骆冰头顶前方 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脸 一副欲罢不能的模样 道 肌肤嫩滑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姐 嘿嘿嘿 这下便宜我们了 骆冰一听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大叫道 我是城主大人的女儿 你们赶紧放我 要不然叫我爹爹知道 你们就死定了 此言一出 胖兽两舞者浑身一僵 脸色一下子苍白起来 那胖舞者 更是额头上冒着冷汗 擦了一片又出一片 怎么也擦不完 色声道 不会吧 城主之女 兽舞者也是一脸惊恐 望着骆冰道 你 你叫什么名字 骆冰冷眼瞧着两人 咬牙道 本小姐叫骆冰 胖兽两舞者闻言 只觉得一股寒意 一下从脚底板吸到头顶 让两人不由自主地 打了几个冷战 认真的打量骆冰几眼 胖舞者颤声道 好像 好像真的是城主府大小姐 我以前远远地看过她一次 完了 这下完了 受舞者似是 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 竟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双眸失神 嘴中不停地念叨着 那胖舞者 也是浑身哆嗦的厉害 连忙收回自己 正在截着骆冰衣服的脏手 望着骆冰 似是想挤出一丝惨笑 却又做不到 那表情比哭还要难看 在得知面前这个少女 竟是城主大人的女儿之后 两人都被吓得魂不附体 三魂七魄都飞了出去 他们本以为骆冰 只是个迷路的小姑娘 哪里想到她的来头这么大 若早知道她是城主大人的女儿 便是给他们添大的胆子 他们也不敢如此行事啊 骆冰见此 眼前一亮 大叫道 知道怕了吧 若不想死的话 就乖乖把本小姐送回城主府 胖舞者一下子跪倒在骆冰面前 磕头如捣蒜 没几下就把脑袋给磕破了 鲜血直溜 我兄弟二人有眼无珠 冒犯了骆小姐 还请骆小姐大人大量 绕了我兄弟二人 那瘦舞者此刻也似是回过了神 同样爬过来磕着头 口中讨饶不断 骆冰厌恶地望着两人 冷哼道 你们把我送回城主府 我就绕你们不死 真的 胖舞者闻言一喜 抬头望着骆冰 一副劫后余生的喜悦模样 骆冰道 不过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就凭你们刚才对本小姐那样 本小姐也要好好惩罚你们一下 这般说着 她歪头想了想 哦 就让爹爹关你们十年八年的好了 胖瘦两舞者的脸色 一下子精彩分成起来 表情古怪地盯着骆冰 看什么看 信不信本小姐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骆冰恶狠狠地瞪着两人 似乎已经掌控了局势一样 大哥 那瘦舞者悄悄地捅了一下胖舞者 低声道 这小丫头 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若非脑子坏掉了 哪有还没脱困 就开始威胁起别人呢 只要有点常识的人 都不会这么干 胖舞者认真地点头道 我也觉得是 可怜城主大人一世英明 胖舞者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徐徐道 还能怎么办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这般说着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杀机 受舞者闻眼想了一下 汗手道 也只能如此了 两人说话声音虽轻 但却叫骆冰听得清清楚楚 本以为脱难有望 哪小的事情有起波澜 而且 听这两人话中的意思 似乎不单单是要轻薄自己 甚至还会要自己的性命 吓得他小脸一下苍白 今生道 你们想干什么呀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把我送回城主府 我不惩罚 众者冷笑一声 心中记忆下了决定 他反倒不再那么害怕 城主大人虽然不好招惹 但此地人际荒芜 只要事后处理得干净 未必就能追查到他们头上 他一下子爬了下来 半跪在骆冰旁边 厨子幽香萦绕鼻尖 让他浑身燥热 撅起一张大嘴 朝骆冰的红唇印了过去 口上还含糊不清地道 如此角色 若能干一次 死也无憾 滚开 不要啊 骆冰不断地扭动脑袋 想要避开对方 那令人作呕的脸庞 但修为被封 行动被制 他又哪里做得到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对方的大嘴 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几乎可以闻到 对方口中那难闻的气味了 骆冰的脑子 煞时间一片空白 在这危机关头 他脑海之中浮现的 并非是对自己 溺爱有加的父亲 也不是对自己 言听计从的秋雨 反而是杨开那 让人讨厌的身影 若非是他 若非是他 自己岂会遭遇这些 如炼狱般的噩梦 你们都是坏人 既然死而无憾 那你们就去死吧 就在那胖舞者 即将亲吻上落冰之时 一个森冷的声音 忽然响起 胖兽两舞者 本来惊虫上脑 热血上头 此刻一听旁人声音 顿如惊弓之鸟般炸起 浑身汗毛都倒竖了起来 那胖舞者猛地起身 还没来得及看清 到底是谁在说话 便忽然见到一只拳头 朝自己轰了过来 那拳头之上 圣源跌宕 蕴藏了极其凶猛的招式 在他眼前不断地放大 遮蔽了所有光明 胖舞者有心躲闪 却发现 无论如何都躲避不开 对方的修为 似乎要比他高出不少的样子 哼 闷响之声传出 伴随着胖舞者的惨呼 他那肥瘦的身躯 直接仰面飞起 身在半空之中 整个头颅 都如被砸碎的西瓜一样 爆碎开来 红白之物见射四方 啊 一便乍起 受舞者惊叫一声 不过他还没回过神 自家兄弟便已惨死在面前 他连忙抬头去望 只见面前不知何时 竟出现一个身形魁梧的批发壮汉 那壮汉似乎不知道跟谁战斗过一场 浑身鲜血淋淋 半边脸颊都被打肿了 眼睛里全是淤血 让人瞧着触目惊心 不敢直视 尤其是这家伙 一只眼睛泛着白人 没有半点黑色 更叫人浑身发了 你 你是什么人 那受舞者神念扫过 发现对方居然有虚亡三层镜的修为 一颗心顿时凉了一截 他与胖舞者 不过是虚亡一层镜的修为 对方却比他们要高出两个小境界 尽管看起来 这批发壮汉 也不是全胜状态 但就凭他刚才一拳 轰杀胖舞者的威势来看 自己也绝非对手 送你们上路的人 批发壮汉冷哼一声 铁塔一般的身子 只在原地微微一晃 便忽然消失不见 受舞者见此 顿时大叫道 朋友有话好好说 我等于你无冤无仇 直接动手算怎么回事 他口上虽然这么说着 但却在第一时间 寄出了自己的防护秘宝 化为一层光幕守护周身 那批发壮汉的声音 忽然在他背后响起 冰冷至极 犹如死神的召唤 跟你们这种欺男霸女的败类 有什么好说的 去死吧 话落 他手上忽然出现一柄砍刀 圣缘灌入之时 砍刀之中传出虎啸之声 刀身之上 更是浮现出一只巨大的虎头虚影 张开血盆大口 朝那受舞者咬去 受舞者大惊失色 立刻道 老子跟你拼了 他修为虽然低对方两个小层次 但若真的拼起命来 自觉还是有一线希望逃生的 胖舞者之所以被一拳轰杀 不过是因为一时大意 连秘宝都没寄出的缘故 如今 他防御秘宝守护周身 肯定不会被一击毙命的 但事情的发展 却是超乎他的意料 对方那大刀劈砍过来 竟是摧枯拉朽 视如破竹 直接破开了自己的防御 于是不减地切在他身上 不 可能 受舞者正在原地 望着自己胸口处 那从肩头一路蔓延到小腹的巨大伤口 抬头望着批发壮汉 色声道 你是道远镜强者 刚才那一瞬间 他分明察觉到 一股只有道远镜舞者才有的威势降临 而对方手上的大刀 显然也是一柄道远镜秘宝 所以才能轻而易举地 破开自己的防御 给自己致命一击 化落之时 那受舞者浑身鲜血如喷泉一般喷涌出来 整个人一下子裂为两半 五脏六腑全部暴露出 空气之中满是血腥之气 落冰躺在地上 浑身剧烈颤抖 美眸瞪圆 牙关不停地打颤 一转头 干呕起来 他从小养尊处优 何曾见过如此血腥残忍的一幕 那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他一下子就承受不住了 呕了好一会 只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落冰才好受一些 苍白着小脸 转头看向批发壮汉 一脸感激涕零的表情 颤声问道 他们 他们死了吗 批发壮汉冷冷地瞧了他一眼 不知为何 那独眼之中 竟闪过一丝浓浓的厌恶之色 也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只是冷哼一声 将自己的长刀收起 然后走到落冰面前 伸手在他身上连点几下 落冰被封印的修为一下子解开 圣元重新在经脉内流淌起来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一脸恐惧地望了下旁边 那胖瘦舞者的尸身 又赶紧撇开目光 手捂着小嘴 再次干呕 批发壮汉一言不发 只是站在原地冷眼旁观 好一会 落冰才抬头 望着批发壮汉道 谢谢你 谢谢你 他口中道谢不断 诚心诚意 毕竟若不是这批发壮汉忽然现身 那刚才等待他的 将是极其悲惨的命运 他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危机 在那危机关头 他也不断地幻想 有人能够现身救下自己 真的有人来救自己了 尽管这人看着有些吓人 相貌猙獰可怖 但落冰却不知为何 不是那么惧怕他 那壮如铁塔一般的魁梧身材 反而还给了他一种 难以言喻的安全感 让落冰不禁幻想 若是能在这般宽广的羽翼庇护下 自己以后也不会再遭遇不幸了吧 这种感觉是自己的父亲 乃至秋雨 从来没有给予过的 他的心脏不知为何 忽然跳动得厉害不少 一种古怪的感觉在 心房之中慢慢滋生 你 你叫什么名字 落冰窃窃地望着壮汉 轻声问道 批发壮汉瞧了他一眼 独目之中一片冷漠 落冰被他盯得浑身发冷 连忙低下头 不敢再看 柴虎 那批发壮汉口中 忽然蹦出两个字来 落冰文言一喜 抬起头来 展颜一笑 原来是柴大哥 我叫落冰 是城主的女儿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说完之后 他一下子正主 因为除了秋雨之外 他从来没有这么亲切地 称呼过旁的男子 可是在这个壮汉面前 他却是很自然地 将那个称呼喊了出来 没有丝毫不自在的感觉 反而在喊出之后 内心深处竟有一种雀跃的感觉 好似做了一件什么 很了不起的事情一样 自己这是怎么了 落冰美眸里一片茫然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柴虎淡淡地回道 目光一向别处 似是不想让自己那可怖的面容 吓到对方 也是啊 我虽然不尝出来 但柴大哥既然在天鹤城内生活 那定然是听说过我的 落冰鸣嘴一笑 让这整个天地都明亮了不少 犹豫了一下 他开口道 柴大哥 我迷路了 你能不能送我回家 他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再加上刚才受了点惊吓 小脸还有些苍白 只怕是个男人听到这话 都不会拒绝 柴虎汗手道 可以 落冰一喜 道 谢谢 但不是今日 柴虎又冷冷地补充一句 落冰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 正正地望着柴虎 道 柴大哥这话 是什么意思 柴虎道 我有一件事 要请落小姐帮忙 你跟我走一趟吧 落冰悚然一惊 回想起刚才那两人对待自己的场景 本来恢复了少许血色的小脸 再次苍白起来 一边往后退去 一边摇头道 你 你也要跟那两人一样对待我吗 你想多了 我会伤害你 当然你得乖乖地跟我合作才行 说话间 柴虎便伸手朝落冰抓去 不要 落冰大叫 但柴虎的修为 比刚才那两人还要高许多 他哪里能反抗的了 只是一瞬便被治 落冰整个人如坠冰叫 今日这一连番的遭遇 比起他这一辈子遇到的 都要跌宕起伏 他也没想到 自己竟是前门驱狼 后门引虎 不断地垂打着柴虎的胳膊 交合道 坏人 坏人 你们全都是坏人 柴虎不为所动 只是冷声道 再乱动 就休怪我 对你不客气了 落冰文言浑身一僵 但很快 就一张嘴 朝柴虎的手背处咬去 这一口咬得结结实实 很快 落冰的嘴中 便被鲜血充溢 满嘴都是血腥的气息 却是物资不松口 柴虎乃虚亡三层禁武者 若真有心摆脱落冰的话 只需微微一用力 便可震随他一口牙齿 但不知为何 柴虎却没有这么做 凝视着咬在自己手背上 不断吞咽自己鲜血 却不松口 本能地保护自己的落冰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随即微微一阵叹息 掌刀一起 轻轻地砍在落冰的颈簸上 这力道把握得相当好 落冰只是英明一声 便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虽然昏迷 却有两行泪水 从那眼角处徐徐滑落 接着 柴虎弯腰将他抱起 身形晃动间 消失在原地 只剩下之前 那胖瘦舞者的残躯 遗留此地 天魁楼 杨开诗诗然返回 便见到叶庆涵 正焦急在门口处渡步 不断地朝外张望 见到杨开之后 似是松了一口气地迎了上来 道 杨绍 你去哪了 杨开道 随便转转 说着话 他瞧了叶庆涵一眼 笑道 怎么 担心我不告而别 叶庆涵白手道 没有没有 只是不见了杨绍影 问旁人也没有答复 杨开道 放心 答应你的事 我不会失信的 嗯 刚才走的时候 本是想知会你一声 不过你房间中 似乎不止一个人 所以就没打扰了 嘿嘿嘿 叶庆涵一下 闹了的大红脸 催道 讨厌 他一跺脚 讨厌试得跑进那堂 你要你就拿骂 一日 城主府 府内上下张灯结彩 管月齐名 热闹非凡 今日乃天鹤城城主 落经那窃典礼之日 四方来宾进阶全来祝贺 一辆辆满在了 鹤里的马车 络绎不绝 在城主府下人的指引下 朝后院处驶去 由专门之人记载 分门别类 收入库房 整个城主府内的人 皆都是笑竹颜开 好似自己澄清了一样 城主府门口 有英俊小丝 和美貌婢女 迎接过往来宾 分裂两排 各个脸上一满笑容 彬彬有礼 凡有客人到来 便有私一高呼 来人门派所属 引万众瞩目 进了城主府内 自有人率领前往内堂 按身份地位不同 被安排在不同位置的席眼上 那几个如日中天 实力雄昏的宗门代表 自然是被 安排在最前方的位置 接下来才是 其他稍次一些的宗门 或者家族 越往外 代表的身份越低 对这样的安排 没人敢有什么意义 有多大的本事 做多靠前的位置 各家各派有多少分量 每个人心中都有数 城主府的安排 肯定早就已经拟定好了的 自然不会引发别人的不快 杨开随着千叶宗等人来到此地 好奇地打量四周 他还是头一次 参加旁人的婚礼 虽然只是个纳切典礼 但这也是关系到 一辈子的大事了 瞧得颇为新奇 这热闹喜庆的场景 让他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苏妍 夏宁长 扇清罗和雪月等人 内心深处好一阵自责 在当年离开 故乡心欲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地操办一场 让他们感受一下 身为女人该有的幸福 如今想来 倒是自己亏欠了他们很多 今日他本不想来此的 只是叶庆寒几次相邀 杨开又免得他胡思乱想 唯恐自己不告而别 索性便随着千叶宗几人 一起过来了 杜献等人 也从宗门内 带了一些鹤里过来 虽不算多么珍贵之物 却也数量不少 早在进来之前 就已经有马车装载 交由城主府的下人 安放到后堂去了 随后 才在另外一个下人的带领下 进入这举行典礼的内堂 内堂面积颇大 安置了上百张酒桌 也不显拥挤 千叶宗等人到来之后 里面已经熙熙攘攘 各门各派的强者们 或自饮自酌 或三五成群的聚集在一块 高谈阔论 哈哈大笑 这种场合 正是许多事例 联系彼此感情 增进彼此交流的好机会 那在前头领路的下人 带着叶庆涵等人 来到居中位置的一张酒桌前 微笑道 诸位大人的位置就在这里 且请稍作片刻 典礼即将开始 说完之后 这人便要离去 乌马文言 面上闪过一丝不渝之色 一把揪住了那下人的衣领 迪鹤道 我们的位置便在这里 你确定 这张酒桌的位置 并不在前方 反而有点中间靠后 此地周围的十几张酒桌 除了千叶宗之外 剩下的全都是一些 小家族和小宗门了 族类宗内 可能只有一个道元静的那种 与风陵城几大家族的实力相当 千叶宗虽然没有 帝尊敬强者坐镇 但道元静却有不少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被安排在这里 即便不是最靠前的几桌 也绝对差不到哪去 如此安排 显然是一种轻视与侮辱 那下人被乌玛吓了一跳 惊慌道 小的 只负责将客人 引到相应的酒桌上 其他的一概不知啊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乌玛放手 杜仙眉头紧皱着 淡淡地吩咐一声 师兄 乌玛似乎还想说什么 却见杜仙朝他打了个眼色 他扭头四望 正见到不少人 瞪大眼珠子望着自己 赫然是他的动作 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既来之 则安之 杜仙轻声道 乌玛闻言 这才一咬牙 恨恨地松开那人的衣领 却依然一脸不愤之色 先坐下吧 叫别人看着成什么样子 叶清涵皱了皱带眉 率先落座 其他千叶宗弟子 也都安静地坐了下来 可一个个脸色 都不是很好看 乌玛咬牙道 师兄师姐 他们分明 是给我等难堪啊 你们怎忍得下去 杜仙望了他一眼 道 忍不下去又如何 你是先了这里 还是要是要杀了那老匹夫 乌玛嘟囔道 我也没这么说啊 可是这么多人看着他们 把我们安排在这么落后的位置上 分明就是故意的 叶清涵道 谁叫这里是人家的地盘呢 闹起来的话 对我们没好处的 杜仙冷哼一声 这个哑巴亏 落金是算准了 我们定会吞下去的 记住今日之耻 改日双倍奉还便是 乌玛一脸愤愤 却也知道 没法再改变眼前的局面了 只是四周舞者望着此地的怪异眼神 和那窃窃私语之声 让他总有一种在嘲笑自己等人的感觉 一下子如坐针毡 浑身都不自在了 而就在这时 杜仙忽然悄悄地捅了一下叶清涵的胳膊 低声道 自从你进来之后 有人一直在看着你呢 谁啊 叶清涵一脸一斗之色 扭头四望 一下便看到了坐在最前方的一桌的秋雨 果然见他正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不放 他盲催了一声 别瞎说 他哪里有看我 杜仙黑然一笑 不看你 那是在看谁 叶子师妹天香国色 秋雨这小王八蛋如何能抵挡住你的魅力 叶清涵红着脸撑道 越说越没正经了 你可是大师兄 要为人表率 杜仙不禁善善一笑 叶清涵瞧他模样 却是满脸的甜蜜 他哪里不知道 杜仙这是在吃醋 乌玛这时忽然插嘴道 那王八蛋居然派人过来了 杜仙和叶清涵扭头一看 一下便看 一直跟在秋雨身边 保护他的一个老者正 不疾不徐地朝这边醒来 杜仙眉头一皱 这小子想干什么 叶清涵哼道 李他做什么 等参加这典礼之后 我们便回踪 这种地方 我一刻也不想多待 说话间 那老者已经来到几人的桌前站定 微微一抱拳 道 叨扰诸位 人家身为前辈如此客气 杜仙道也不好甩脸色 也是抱拳回道 李前辈客气 他顿了一下 问道 不知道李前辈来此何事 那李姓老者淡淡道 奉我家公子之命 想请一人过去一趟 杜仙闻言 不禁瞧了一下叶清涵 叶清涵不耐道 回去告诉你家公子 我没工夫 李姓老者表情古怪地 看了看叶清涵 微笑道 少宗主想多了 我家公子并非是要请少宗主 而是请这位小兄弟的 说话间 他伸手指了指扬开 嗯 叶清涵一下 闹了个大红脸 感答道 请 他做什么 杜仙等人 也都是一脸愕然的表情 众人都和叶清涵一样 以为这李姓老者 来此事请叶清涵的 毕竟邱雨 一直对叶清涵有益 哪晓得 事情却是如此的戏剧化 搞得叶清涵 一下下不了台了 李姓老者道 公子没说 老夫也不知道 只是让老夫来此 请这位小兄弟 过去一趟而已 听他这么说 众人全都将目光投向阳开 一望之下 不禁嘴角抽搐不已 只见阳开不知何时 已将摆放在桌子上的果盘 端到了自己面前 一手抓着一个灵果 放在嘴中大块朵移 吃得津津有味 而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更放了几个果盒 也不知道 他到底 是从什么时候开吃的 这么一会儿功夫 尽快把那些灵果吃掉一半了 那吃相眉飞色舞 狼吞虎咽 好似几百年 饿死鬼头胎一样 让几个千叶宗弟子 瞧得瞠目结舌 更兼知理性老者 忽然来到此桌的缘故 不少人正朝这边好奇张望 一见阳开这般吃法 都是不住地摇头叹息 眼露鄙夷之色 暗想这家伙 大概是没见过 什么市面的土包子 一盘灵果 就让他大出阳相 千叶宗的几个弟子 浑身都不自在了 杨绍 叶庆涵脸如火烧 轻轻地捅了他一下 示意他收敛一些 杨开扭过头 嘴里塞着不知名的果肉 满嘴生惊 吃得巴唧巴唧响 将手上端着的果盘 往叶庆涵面前一递 道 你要啊 你要你就拿嘛 叶庆涵嘴角抽搐不已 脸红得更厉害了 杨开却仿若毫不知情 将果盘 往其他千叶宗弟子面前递了递 道 都别客气啊 味道很不错的 多吃一点 还能增进修为 这灵果 应该都是刚才摘下来不久的 可先美了 几个千叶宗弟子哭笑不得 他们也不知道杨开的底细 更不知道叶庆涵 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到底要做什么 一见他如此丢人 都纷纷撇开脑袋 一副与此人不熟的模样 呵 杜献轻咳一声 哦 杨绍 是这位李前辈找你事 哪来的李前辈 杨开说着 什么李前辈 这位小兄弟 又见面了 那李姓老者 额头青筋直跳 他被晾在这里 站了好一会儿 杨开视他如无物 好歹也是个 道员三曾经的强者 自然心中恼火 杨开这才抬头看向他 咧嘴一笑 哦 原来是你啊 你不跟着秋雨 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没钱 我家公子 有请小兄弟过去一趟 有钥匙相伤 李姓老者 按捺着心中的不快 沉声说道 不去 杨开想都没想 直接回绝 一言出 满座皆惊 四周正在好奇 看热闹的舞者们 更是瞪大眼珠子 愕然地望着杨开 心想 这家伙也不知道 是千叶宗的什么人 竟如此大派头 连秋雨的邀请 都敢直接回绝 导致原本喧闹的那堂 竟陡然安静了片刻 李姓老者同样没想到 杨开竟拒绝得如此干脆 一张老脸请客间拉了下来 沉声道 这位小兄弟 看你年纪轻轻的 耳力却是不好使啊 老夫再说一遍 杨开黑黑一笑 打断他道 你说一百遍我也不去 没见我正忙着吗 说话间 他又拿起一个 灵果让嘴里塞去 李姓老者的脸 一下沉了下来 道 小兄弟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答 杨开眉头一扬 杰傲道 怎么 威胁我呀 这可是城主大人的那些大点 你敢在这里闹事 信不信我禀告城主大人 让他把你轰出去 他这一嗓子喊得不小 让更远处的宾客 都好奇朝这边张望过来 李姓老者额头上 顿时出了一片冷汗 好一阵尴尬恼火 虽说他也不是很惧怕落惊 但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若是做出什么强人所难 势强凌弱之事 只怕也会损伤 天照公的名誉和名声 杨开继续咬着灵果 嘴里含糊不清地道 老大不小的年纪了 还经常惹人生气 你这一辈子 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不 叶庆涵本拿起水杯 抿了口水 来掩饰面上的快意 文言直接将一口水 给喷了出来 你 李姓老者勃然大怒 杨开轰道 别你牛我的 邱宇要想跟我说话 叫他自己过来 搞清楚了 是他找本少 不是本少找他 说完之后 一脸嫌弃的小声嘀咕了一下 真是有病 也不知道哪来的优越感 接着继续跟面前的果盘 奋斗起来 小子你很好 老夫记住你了 李姓老者 着实被气得够呛 文言一拂袖 范儿离去 他好歹也是道元三层进强者 身受天照公公主赏识 今日却被一个青年当众 这般羞辱训斥 若非心中有所顾忌 不想把事情闹大 早就按捺不住 出手教训一下杨开了 但今日之耻 他自然是记在心中 只等这边纳切典礼完毕 便要杨开好看 李姓老者离去之后 乌玛立刻双眼冒光地望着杨开 一脸振奋道 杨兄 我太喜欢你了 杨开浑身一个机灵 脸色有些发白地望着乌玛 吞了口口水道 我只对女人感兴趣 乌玛顿时埋脸窘色 道 杨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 你刚才的做法 太让人解气了 自昨日进城开始 乌玛就憋了一肚子恼火 可刚才的那一幕 却让他瞧在眼中 爽在心里 千叶宗的弟子 有诸多顾忌 无法如杨开这般率性行事 只能在此忍辱负重 可杨开却无需顾虑太多 想干什么便干什么 杜献虽然也是 一副解恨的模样 但却有些忧心忡忡 毕竟杨开当众羞辱了 李姓老者一番 天召宫那边也不知道 会不会善罢甘休 更何况 如今天召宫和天鹤城 沆瀣一气 万一在他们回千叶宗的路上 动点什么手脚 麻烦就大了 正忧心间 却察觉到一双柔仪 握住了自己的大手 杜献抬头望去 正见叶庆涵美眸 含笑地望着自己 狄声道 师兄不用担心 杨绍 行事自有他的道理 杜献神色一动 虽不知道叶庆涵 为何对杨开有这般信心 但也受到了感染 微微汗手 秋雨抬头望着杨开所在的方向 眉头一皱 沉樱片刻后 徐徐起身 他竟真的朝这边走了过来 千叶宗几人都面色一变 如灵大敌 只有杨开一人 依然嚼着灵果 发出清脆的响声 片刻后 秋雨带着那两个老者 来到千叶宗这一桌面前 杜献立刻起身 低声喝道 秋兄 这里可是城主大人大窃之所 典礼也要马上开始了 你不会是想惹城主大人不快吧 秋雨看着他道 放心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只是想跟这位杨兄说几句话 只是说几句话 杜献眉头一皱 实在搞不明白 秋雨为何不惜亲自来此 也要跟杨开谈话 毕竟从昨日的情景来看 这两人之前根本就不认得 他们之间能有什么恩怨 秋雨拍了拍杜献的肩膀 让他坐了下来 又走到杨开身边 冲那坐在杨开身边的千叶宗弟子 打了个眼色 那千叶宗弟子皱了皱眉 还是将座位给让了出来 秋雨一拍手上折扇 将折扇收起 坐到杨开身边 今日印堂发黑 目光散乱 纯裂蛇骄 元神涣散 面有烟红 怕是有什么血光之灾啊 秋雨一愣 嘴角微扬 急笑道 杨兄还善于观人面向 精通补挂之术 杨开斜眼瞧着他 道 不善 只是你身上有一股死气萦绕 今日必定大凶 笑话 秋雨冷笑一声 今日乃城主大人那切大典 喜气迎天 何来大凶之兆 信不信随你 杨开撇了撇嘴 秋雨眉头微皱 道 那依杨兄所看 该如何化解 赶紧收拾东西 滚蛋要紧 杨开随口道 说完之后 又不屑地看了他 这么简单的事 还要我教你 秋雨一阵无语 揉了揉额头道 别闹了 本少来此 是想问杨兄一个问题的 什么 秋雨嘴唇开合了一下 却是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显然是用了传音秘书 这让杜献和叶庆涵等人 都不禁好奇起来 也不知道秋雨 到底问杨开什么问题 仔细观察之下 杨开在听完之后 竟是露出了一丝诡诀的笑容 开口道 没回去 秋秋 你这下麻烦大了 你小声一点会死吗 秋雨咬牙切齿地望着杨开 杨开汗手道 行 话落 他也传音起来 道 那个叫骆斌的小姑娘 昨日随你出去 之后就没再回去 你确定 秋雨汗手道 昨夜我便去找她了 只是她的贴身婢女说 没见她回来 今日我又再去找她 依然不见踪影 杨开笑道 此事城主大人不知道吧 秋雨道 城主大人知道还得了 城主大人窃室十四房 却一直没有后四 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平日里视若珍宝 若叫她知道骆斌不见了 这天鹤城还不翻了天 你我哪 还能安心坐在这里 人不见了 你不是该去找吗 问我做什么 杨开一脸不解 因为昨日你前脚离开那店铺 骆斌后脚便跟了出去 秋雨答道 杨开眼帘一眯 道 秋兄这话的意思 说的 好像我把骆斌姑娘给拐跑了一样 没有自然最好 我只希望她 能在今日平安归来 若能如此 一切都既往不救 可若她少了一根汗毛 本少必将那伤她之人 尝遍人间酷刑 秋雨说着话 眼中一片寒意 杨开冷笑道 秋兄威胁错人了 我昨日离开那店铺之后 便直接回了天魁楼 并不见骆斌小姐 这点你可以找天魁楼的人印证 也可以问千叶宗等人 再说了 我出来乍到的 跟天鹤城也没仇没怨 找骆斌小姐的麻烦做什么 果真 秋雨目光一鸣 杨开哼道 若真有谁惹了我 我会亲自动手 叫她知道后果 拐人子女这卑鄙之事 你觉得我会干 秋雨神色变幻 道 好 我信你 秋某虽与杨兄没见过几次 但杨兄率直个性本手 却有所了解 你应该不至于如此卑鄙 不过 杨兄若是有落宾的消息 还请一定要告知秋某 秋某感激不尽 好说好说 杨开微微汗手 告辞 秋雨一拱手 便要起身 杨开却一把将他重新摁回椅子上做好 杨兄还有何事 秋雨皱眉问道 也没什么事 只是想请秋兄帮个小忙 杨开黑黑一笑 那笑容充满了邪恶和奸诈的味道 让秋雨瞧得心中一突 一种不妙的预感涌上心头 什么忙 秋雨低声问道 杨开道 能不能请秋兄帮我们换个座位 秋雨一道 换座位 不错 杨开汗手 微笑道 这里光线不太好 我很不喜欢 想换个通亮点的地方 秋雨嘴角抽搐不已 额头上冒出冷汗 伸手擦了擦道 那你想 换到哪里 杨开把手一指 道 我觉得那里就挺不错的 那一桌也正好空着 秋雨面色一沉 道 你可知 那里是什么人做的 杨开笑道 总之是人可以做的吗 不行不行 此事万万不行 秋雨连忙摆手 杨开脸色一下冷了下来 道 秋兄这么不够意思啊 你刚才托付我之事 我可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下了 怎么轮道 我托你半点小事你就推三阻四的 也太没意气了吧 秋雨一下瞪大了眼珠子 心想我与你有何意气可言 更何况 你刚才所应之事 不过是随口敷衍而已 何见半点诚意 其实道 秋雨叹气道 杨兄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杨开笑道 别说得这么见外嘛 此事对你来说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又不是要你在这里脱衣服裸奔 爽快点 换不换吧 秋雨面皮抽搐地望着他 道 换 又如何 不换 又如何 杨开呵呵一笑 拍了拍秋雨的肩膀 顺手将粘在手上的果汁 擦在了他的衣服上 道 换的话那咱们 就是好朋友了 你好我好大家好 要是不换的话 本少说不得 也要去找城主大人好好聊聊 问问他那宝贝女儿的下 够了 秋雨脸色一冷 直接将杨开的手拍了下去 瞪着他咬牙道 你威胁我 有吗 杨开眨了眨眼 秋兄误会了呀 我只是跟你伤一把了 秋雨愤愤道 我就知道 不应该找你打探落宾的消息 你这卑鄙小人 杨开笑眯眯地道 秋雨冷冷地望着他 好半晌 才一转身 从座位上离开 直接来到一个管家模样的男子身边 低声说了几句 那管家闻言 眉头微皱 似乎一脸为难的样子 还朝千叶宗等人所在之地瞧了几眼 微微摇头 可秋雨也不知道 跟他又说了什么 那管家才脸色难看地 点头硬呈下来 片刻之后 那管家行到千叶宗等人面前 抱拳道 诸位大人 今日诸事繁忙 下人们似乎有所疏忽 诸位大人的座位并非这里 请随小老换个位置 怠慢之处 还请多多见谅 杜宪和叶庆涵等人 闻言都是一愣 不知道这管家搞什么鬼东西 杨开却黑黑一笑 抱拳冲那管家道 有劳 说话之时 他冲叶庆涵等人打了个眼色 众人虽然还是一头雾水 却依然站了起来 在那管家的带领下 直接行到最靠前位置的 一张空桌旁边 在那管家的安排下 依次落座下来 安置妥当之后 那管家便离去了 叶庆涵这才一转头 望着杨开问道 杨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跟邱宇说了些什么 他知道 以千叶宗如今的实力 和天鹤城之间的关系 是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的 唯一的解释 便是杨开先前与邱宇的密谈 毕竟邱宇在离去之后 便找了那管家 而紧接着 自己等人的位置 便会调换了 杜宪等人 也都一脸好奇地望着杨开 希望他给个答案 杨开一笑 也没什么 我跟邱兄一见如故 再见交心 他觉得城主府方面 太怠慢你们了 所以便主动提议 要给你们换张桌子 众人显然都不相信 叶庆涵道 信你才有鬼了 杨开道 邱兄人还是很不错的嘛 这边的异动 让不少兵客看在眼中 暗暗震惊不已 毕竟千叶宗 和天鹤城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有些了解 此刻却忽然被换到了 最靠前的桌位上 这个小小的异常 不免让人疑神疑鬼 暗暗猜测 千叶宗与天鹤城 是不是言归于好 若真如此的话 那他们 恐怕也该重新考虑 是不是要跟千叶宗示好了 内堂内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诡诀起来 千叶宗等人 也都是坐立不安 总是能感觉到 四周不少带着异样的目光 朝这边瞄来 让人浑身不自在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内堂里空着的桌椅 逐渐被后来之人坐满 整个内堂 也逐渐地恢复了 那喧闹的气氛 某一刻 呼听有人高喊 城主大人道 一言出 整个内堂一下子安静下来 众人齐齐朝一个方向 瞩目过去 只见那边一人 身穿大红长袍 迈步而出 面上洋溢欢愉笑容 不断朝四方拱手 见过城主大人 多日不见 城主大人风采更甚往昔 让人羡慕羡慕 恭贺城主大人 如愿迎娶美娇娘 大人真乃我被楷模 只此大喜之日 祝城主大人身体安康 五道龙昌 子嗣连绵 家族不朽 四面八方 宾客齐贺 各个面上都堆满笑容 极尽谄媚之能事 那身穿大红长袍之人 也是寒暄不断 笑容极为畅快 这是洛金 杨开一瞪眼珠子 巧声跟叶庆涵问道 叶庆涵沉着脸 汗手道 正是他 杨开嘴角抽出道 你不说的话 我还以为是洛金他爹呢 杨开也是头一次 见到这天鹤城的城主 本以为这家伙 能拿十五房小妾 必定养颜有数 精力旺盛 即便有道圆三层进修为 看起来 肯定也不会太藏老 可眼前所见之人 却是个半大老者 头发花白 细细疏疏 虽已有不俗的修为 但以气血之力虚浮 显然已如暮年 此生根本没有 晋升帝尊镜的希望 那穿戴在身上的 大红长袍 愈发衬托他的老麦 谁家的姑娘 真是瞎了眼啊 乌玛也在一旁摇头不断 为那今日 嫁给洛金的女子 感到悲痛 闭嘴 小心祸从口出 杜仙狠狠地瞪了乌玛一眼 低声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洛金的那些小妾 哪一个是自愿嫁给他的 乌玛哼道 就是做多了欺男霸女的坏事 所以才一直没有后四 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你还说 乌玛撇嘴道 行行行 不说了 场面热热闹闹 喜庆至极 好一会之后 才有一个声音高呼而出 及时已到 煞世间 四周管月齐鸣 锣鼓喧天 似要掀开着屋顶一般 洛金面上也散发出一阵红光 一阵衣衫 面含笑容地朝门外望去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 齐齐朝那边瞩目 个个都面含微笑 眼中溢满了期待之色 似有乐绿从外悠扬而起 而伴随着月绿之声 一支送亲的队伍 逐渐映入众人眼帘之中 一个媒婆打扮的女子走在前方 扭动着水桶般的肥腰 面上挂着的笑容田的逆人 伴在一座四人花轿旁 徐徐朝这边行来 极尽卖弄之能 花轿之后 有童子童女跟随 不断地抛洒着手中花篮里的花瓣 花轿所过之处 花瓣扑路 花香弥漫 在花篮童子童女之后 又有两列童子童女 各提着灯笼 跟随在后 灯笼之上 分别有百年好和 喜结良缘等诸多喜庆字样 在之后 才是送亲的队伍 亲一色的女子 个个都哭得梨花带雨 似是女方婆家之人 短短几十丈的路 足足行了一盏茶时间 那花轿才来到那堂门口处 落轿 有人高呼一声 那花轿才平稳落下 媒婆上前掀开轿帘 朝内伸出一手 紧接着 便有一只白皙柔衣搭了上来 但是这一只小手 就不知让多少男人 看得眼前一亮 那玉手白皙无瑕 肌肤七双赛雪 似是吹弹可破 让人狭想连翩 暗想有如此玉手之人 必定滋涩妖娆 可偏偏这人 马上就要成为 落惊的第十五房小妾 实在让人扼腕痛惜 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紧接着 一只大红的袖鞋 从窖内探出 落在门口的红毯之上 要人眼帘的美妙身影 这才映入视野之中 新娘子粪冠狭配 头顶着红盖头 嫁衣之上 绣着金灿灿正翅欲飞的凤凰 坠满朱玉的粪冠 刘苏 遮挡了那令人 遐想无限的容颜 这一刻 无数人心中骂娘 无她 新娘子头上戴着的 那粪冠和红盖头 似是有隔绝神念查探的功效 赫然是一件不俗的秘宝 所有想暗暗查看 新娘子容颜的武者 所释放的神念 都被一股无形的屏障所阻碍 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落惊似是知道 众人此刻心中的想法 左右观望一眼 暗暗警告一番之后 这才心满意足地微微一笑 杨凯此刻也是一阵猛撇嘴 他刚才也与旁人一样 悄悄地放出神念 想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 却不想被那秘宝所阻 这秘宝威能不俗 他若是强行催动神念的话 倒也可以破开 一堵那庐山真面目 但这毕竟是那些大点 真要是这么做了 肯定会引人瞩目 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 他只是稍微试探一番 便没再尝试 只是静静观望 此时此刻 在那媒婆的搀扶和带领下 新娘子一步步朝内堂处行来 虽看不清她的容颜 但从那嫁衣之下 隐约透出的轮廓 依然可以瞧出 这女子身段娇吼 必是恶挪多姿之人 阳开瞧着瞧着 忽然眉头一皱 似是察觉到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但到底哪里不对 却又说不上来 更重要的是 昨日那种心迹烦躁之感 忽然一下子又涌了上来 让她眉头紧皱 转头看了看叶庆涵等人 见他们毫无察觉的样子 不过 眼前这场景 似是激发了叶庆涵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 他此刻 望着那一步步行来的新娘子 美眸里一片期盼的神色 似是在幻想着 自己有哪一日 能够也如这般凤冠侠配 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他偷偷地瞧了一眼杜线 小脸微微泛红 不多时 一群人终于行至那堂处 那媒婆将手中的筹带交给骆金 含笑道 大人 新娘子我可交给你了 日后可要好好对她 骆金大笑道 必不会让她受到半点欺负 媒婆道 新娘子好福气啊 我这一生 怎么就这么命苦 没遇到大人这样的男人呢 一群人哄堂大笑 热闹的气氛 一瞬间达到顶点 我不同意 那堂处 骆金牵着新娘子的筹带 微微一笑 转身朝内行去 这时 杨开等人左边桌之上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忽然起身 微笑地朝两人行去 在两人面前站定 管月声听 锣鼓寂静 场面一下子变得肃然庄重起来 那老者微笑道 能为城主大人 见证这一场轻事 老朽十分荣幸 顿了一下 他才接着道 只此良辰每日 两位喜结良缘 地情境之好 望两位日后夫妇恩爱 百年好合 举案其媒 你二人可同意 骆金笑道 骆某同意 那老者一汗手 转向新娘子问道 你呢 新娘子郊躯微微一颤 一个月耳的声音 从那凤冠内传出 这话一出 杨开忽然神色微变 内心深处那种 悸动不安的感觉 愈发强烈了 他总觉得 自己对这个声音 应该很熟悉才对 还没等他继续听清楚 叹声娇喝道 我不同意 一语出 满座皆经 所有人都齐齐 朝声音来源的方向望去 不知是哪个胆大包天之辈 竟敢在这无数强者面前 让城主大人下不了台 骆金更是神色一怒 扭头朝那边喝道 何人如此大胆 他的脸色猙獰得几乎扭曲 今日乃他那切大点之日 喜庆之时 可从未想过敬会 在这关键时刻为人破坏 心中不禁生出浓浓沙鸡 他眼中寒光四溢 朝那声音来源的方位 仔细审查 口中冷哼道 怎么 有胆子坏本做好事 没胆子站出来承认 旁边立刻有宾客吆喝道 乖乖地站出来 给城主大人道歉赔礼 或许还可以绕你不死 若敢明完不灵 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 骆金道 今日乃本做大喜之日 本做不想伤人性命 你乖乖地站出来 本做不为难你便是 话落 在那人群某处 忽然站起一人 那人全身都被黑袍包裹 让人瞧不出真容 但见这人身高身段 却显然是个女子 拿下 骆金一见此人站起 便猛地一挥手 咻咻咻 当即便有几个城主俯武者 朝那人冲了过去 那女子站在那里 似是一点也不惊慌 眼看着那几人 便要冲到她面前 将她情下之时 她却忽然一掀头顶的黑金 露出真容 众人瞩目之下 全都忽然瞪大了眼珠子 各个瞠目结舌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啊 这 大小姐 那几个朝女子冲去的城主俯武者 本来气势汹汹 准备直接将此女情下 然后带到秘密之处 好好惩戒一番 可一见到她的容貌 纷纷都面色大变 半空彻招 狼狈落地 一下全傻了眼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在关键时刻 破坏了那些大典的人不是旁人 竟是城主府大小姐 骆冰 秋雨霍地起身 一脸愕然地朝骆冰注视过去 怎么也想到 骆冰居然一直就在这内堂里 而且还破坏了城主大人的典礼 他昨日才与骆冰分开 那个时候 骆冰还好好的 无论如何 也想不明白 只是一夜过去 骆冰为何做出这样的事 一时间 那堂里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神色怪异地望着骆冰 不知他这是要闹哪一出 冰儿 骆冰也是身躯一阵 瞪大眼珠子望着骆冰 你怎么 这话没说完 他便像是忽然发现了什么 沉生道 谁欺负你了 他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 眼睛红肿 显然是哭过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声音嘶哑 所以刚才他也没在第一时间 听出骆冰的声音 他本能地以为 有人欺负过骆冰 邱宇在一旁 悄悄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唯恐骆冰说出自己的名字 他以为骆冰会这样 全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没有人欺负我 骆冰抿了抿红唇 真的没人 骆冰眼帘一眯 沉生问道 真的没有 骆冰摇了摇头 沉默片刻厚道 爹爹 女儿要求你一件事 骆冰叹了口气 道 有什么事过话再说 你且先回房休息去吧 他内心深处一阵恼火 责怪骆冰竟如此不识大体 在这众多豪强面前 折损了自己的威严和面子 他现在只想赶紧 把这那些大点进行完 然后好好问一下 骆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曾想 骆冰却没有乖乖听话的意思 只是摇头道 不行 我现在就要求你这件事 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 冰儿 骆冰一脸怒意 沉生低喝 骆冰本能地抖了下身子 似是有些惧怕的样子 但那目光却是坚定至极 依然望着自己的父亲 满是恳求之色 骆冰瞧他这模样 立刻知道自己肯定又不过他了 只能叹息一声 冲四方兵客一笑 道 诸位见笑 小女被本座宠官的太厉害了 所以有些胡闹 希望没有坏了诸位雅兴 众人闻言都忍不住面色一松 暗想早就听闻骆冰 备受城主大人宠爱 不曾想尽都宠到这份上了 居然敢在那些大点之上 如此胡闹 纷纷表示无妨 一副很为骆冰着想的样子 骆冰这才望着骆冰道 说吧 要求爹爹什么事 竞选在这个时候 要是太难办的话 看爹爹回头怎么收拾你 他话中虽然威胁 但面上却挂着笑意 显然不是真的如此 而是一种溺爱的表现 宾客们也都发出善意的笑声 称赞城主大人 父爱如山云云 骆冰咬了咬红唇 伸手指了一下骆冰身边 道 女儿想求爹爹 让他走吧 话落 本来恢复了一点喜庆气氛的内堂 再次陷入诡诀的沉默之中 不少宾客张大了嘴巴 似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令有一些人却知道 今日之事 怕是有些难了了 一时间都有些忐忑不安 暗暗查探洛金脸色 只见洛金面上的笑容 一下子僵硬 徐徐收敛 面上的阴沉 几乎能刮下一层寒霜来 那眼中逐渐被愤怒一满 好一会 洛金才道 宾儿你下去休息吧 你大概是太累了 他本以为自己的女儿 刚才反对这门轻蚀 可现在看来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 洛冰是真的反对这门轻视 洛金如何会答应 即便他再怎么宠溺洛冰 也不会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将新娘子放走 真要是这样的话 他颜面何存 威严何在 日后只怕也没法再掌管天河城 成为此地城主了 爹爹你答应我吧 洛冰哀求起来 放肆 洛金怒喝一声 恨铁不成钢地望着洛冰 哦 看样子是爹爹以前太过宠溺于你 让你没了分寸 给我滚回房间 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踏出房门一步 爹爹 洛冰哭了出来 人家都不是自愿的 你为何要这样强人所难 你把他放走好不好 死 一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 虽说大家心里都知道 洛金的这些小妾 几乎没一个是自愿嫁他 但这种事装在自己肚子里就行了 谁也不会去点破 可要是拿出来 在大庭广众之下说 那味道就不一样了 偏偏说出这话的人 竟然还是洛冰 整个那堂的所有舞者 在听到这话之后 都感觉自己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冥冥之中 有一种狂风暴雨即将来临的诡异感 让人坠坠不安 你把他放了 女儿以后一直跟在爹爹身边 孝敬您 听您的话 女儿以后再也不闯祸了 以后一定乖乖的 洛冰还在哭求着 洛金的脸色几乎扭曲起来 铁青无比 赤河道 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洛冰道 我没有胡言乱语 我知道他是谁 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嫁给你 你就放了他吧 洛金怒道 你们都看着做什么 小姐失心疯了 还不快给我把他带下去 好生照顾 听到他的号令 那几个本来不知所措的城主俯武者 才再次行动起来 纷纷朝洛冰那边窜起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直坐在洛冰身边的艺人 忽然站了起来 一把掐住了洛冰的颈簸 犯着一只森白的眼珠子 左右环视众人 冷哼道 谁敢过来 我捏死他 那几个冲过去的城主俯武者 大惊失色 再一次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一阵手忙脚乱 其他前来祝贺的宾客 也都再次瞪大了眼珠子 万没想到 今日的大典 竟如此暗流机勇 一波三折 是他 阳开眉头一皱 望着那挟持住洛冰的独眼 批发壮汉 面上闪过一丝 若有所思之色 他还记得 昨日在那酒楼的时候 碰到过这个壮汉 这家伙似乎是叫什么柴虎 当时也正是因为 他与另外一批人 发生了摩擦争斗 自己才早早地离开了酒楼 不曾想 这个叫柴虎的家伙 居然混进了大典之中 居然还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挟持住了城主府大小剑 不过 这人 只有虚王三层进的修为 纵然有落冰在手 恐怕也是命运堪忧 想到这里 他又朝那一直站在 落金身边的新娘子望去 自见到这个新娘子开始 他便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而此刻望去 却见新娘子郊躯颤抖 似是在挣扎着什么 自愿的 大典之上 独眼柴虎一手掐着落冰修长的颈驳 一手按在他的后背上 体内圣缘汹涌 一副随时准备出手的架势 城主府的护卫们面面相去 一脸为难和愤懑 人家有大小剑拿捏在手当为人质 他们也不敢有什么轻举妄动 唯恐激怒柴虎伤了落冰 若是如此 那他们离死也就不远了 焦急之下 都朝落金瞩目过去 想见他如何指示 只见落金眼帘微缩 不着痕迹地打了个眼色 众护卫心领神会 翘无声息地散开 将柴虎四方包围 防止他逃窜 而柴虎和落冰 本来所在的那一桌子宾客 也早就在柴虎站起 挟持住落冰的瞬间四散开来 逃之夭夭 落金老儿 你若还顾惜自己女儿的性命 就让他们安分一点 柴虎独目散发着猙獰的光泽 一边警惕四周动静 一边朝落金低贺 落金冷哼 微微抬手虚压 示意众护卫稍安勿躁 这才望着柴虎道 本座似乎在哪见过你 柴虎冷笑 讥讽道 在下无名小辈 城主大人自然不会记得 落金道 无论本座与你有何恩怨 都与小女无关 你放了他 本座答应你与你好好谈谈 柴虎大笑道 谈谈 与你这卑鄙无耻之人 有何好谈的 你当我是三岁小儿 落金道 看样子 你对本座积愿已久啊 是才宾儿那些言辞 也是你威逼他的缘故吧 文言 四周宾客一脸恍然之色 心想 怪不得落宾在这种场合 让自己父亲下不了台 原来是被人逼迫的原因 若是这样的话 那就可以解释 落宾为什么那么不识大体了 你说是那便是了 柴虎冷哼 也没有要辩解的意思 不是他逼我的 就在这时 落宾忽然插嘴道 叠叠 那些话是我自己说的 你放了那位姑娘吧 他和错之友 落金文言 面色骤然一沉 四周宾客的表情 也是精彩分成起来 实在看不明白 眼前这局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落宾都被这独眼壮汉挟持 身家性命都在别人手上了 为何还帮着他说好话 落金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宾儿 不要怕 爹爹会救你出来的 说完他再次望着柴虎 道 阁下如此胆大包天 混入大典之中 挟持本座爱女 到底意欲何为 柴虎冷笑一声 城主大人何必明知故问 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别人不清楚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落金眉头一皱 你眼道 阁下划个道出来吧 若是可以的话 本座接受又何妨 只要小女能够平安 本座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他说的义正词言 神情肃然 尹得周旁宾客一阵叫好 纷纷称赞有加 有人立刻对柴虎道 这位朋友 你如此行事太过鲁莽了 城主大人向来爱名如此 勤于诚务 口碑极佳 落宾小姐也是天真烂漫 纯洁善良 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非要弄得 大家都下不了台 听我一句话 放了落宾小姐 城主大人必定不会为难你 不错 你放了落小姐 一切都好伤了 快点放人 否则城主大人不怪罪你 我等也要你好看 四方一阵骚动 有人好言相劝 有人恶语相向 柴虎似乎也一下子紧张不守 捏住落宾的那只手 微微用了点力 掐得落宾呼吸困难 脸色发白 都给我闭嘴 柴虎猛地大吼一声 如今他身陷淋雨 四面皆敌 本就神经紧泵 听了四周的吆喝 愈发心烦意乱 谁敢再啰嗦一句 我立刻掐死他 我说到做到 柴虎瞪着一只独眼抱和 那些兵客见此 哪还敢再坑一声 纷纷闭嘴不言 唯恐真的激怒 这个丧失理智的家伙 伤了落宾 落宾 落金面色一沉 迪喝道 说吧 你到底要本座做什么事 柴虎一扭头 怒视着落金 道 放了你身边那人 你指的是谁 落金明知故问 柴虎立刻道 你再敢这么不要脸 我立刻娶你女儿小命 落金脸色微变 道 阁下这么做 是要抢亲了 柴虎冷笑 道 他并非自愿嫁给你 何来抢亲之说 我只是来救人的 落金道 你又没问他 怎知他不是自愿 柴虎道 他怎会愿意嫁给你 你做什么春秋大梦 落金一笑 道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本座虽然不认得你 但看样子你与 卓金应该是朋友吧 为朋友做到这份上 本座佩服佩服 即使卓金的朋友 那便也是本座的朋友了 这样吧 你自己问卓金 是否愿意嫁于本座 若他说不是 本座立刻放了你 也不会在强人所难 如何 柴虎文言 脸色几度变幻 似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迟一道 此话当真 落金笑道 四方宾客在此 众目睽睽之下 本座岂会说谎 顿了一下 他又道 还是说 朋友只是来闹事 败坏本座名声的 若是如此的话 本座定不会轻饶了你 有人接到 不做 我等接愿为城主大人作证 小子 你该不会真的只是单纯来闹事的吧 若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卑鄙了 柴虎阴沉着脸 不为四方妖和所动 沉淫了好一会儿 才汗手道 好 我就信你一次 说话间 他扭头朝那新娘子望去 沉声道 五妹 刚才城主大人的话你也听到了 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自愿嫁给他 还是说 被他给威胁了 你放心 若真是被他给威胁强迫了 四哥就算拼了性命 也会把你救出去 阁下一片苦心 本座替捉惊 感激不尽 落金微微一笑 神色坦然 你闭嘴 柴虎低贺 落金笑而不语 那一直站在他身边纹丝不动 甚至在柴虎闹事时 也没有说过任何话的新娘子 此刻一下子成了所有人瞩目的焦点 所有人都朝他望去 想要知道他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而在众目睽睽之下 新娘子郊区微颤了一会儿 紧接着 月儿的声音从那红盖头内传出 我 自愿的 什么 柴虎身躯一阵 瞬间呆滞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会听到这样一个答案 可是那声音 确实是自己的妩媚无疑 并非有人冒充 一时间 他竟有些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落金望着他 笑道 如此阁下应该明白了吧 本座与捉襟一见如故 再见清心 若非如此 本座也不会将他迎娶过门 柴大哥 落斌此刻转过头 一脸茫然地望着柴虎 有些想不明白 事情为何跟柴虎说的不太一样 毕竟柴虎告诉他 今日的新娘子是被逼嫁给父亲的 可从新娘子口中 他却听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柴虎大叫 落金面色一沉 立刻道 本座已给足阁下面子 念阁下乃捉襟朋友的面子上 也不愿为难于你 希望阁下好自为之 不错 朋友 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否则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 正是 你放了落斌小姐 我相信以城主大人的度量 也不会真的为难你的 大家便同坐一桌 饮着青年之酒 岂不快哉 你这小子适可而止啊 你若是想死 老夫不介意送你一程 四周宾客又是一阵 七嘴八舌的乱嚷嚷 对柴虎的印象差到极点 这不可能的 柴虎依然念叨不休 五妹不可能自愿嫁给你 他一定是被你逼迫了 说着说着 他似是想起了什么 立刻道 一定是大哥二哥他们对不对 小子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围观众人一脸茫然的表情 柴虎却是仰天大笑 笑声滚滚如雷 畅快至极 似是想通了什么 解开心结一样 好一会之后 他才猛地朝落金望去 咬牙道 老匹夫果真阴险 竟让大哥二哥他们为制约 逼迫五妹嫁你 今日你若不想你的女儿谢剑当场 便乖乖听我号令 落金一怒 陈鹤道 你敢不讲信用 柴虎冷笑 与你这等卑鄙小人 有何信用可讲 今日无论如何 我都要带走五妹 谁敢挡我 我不要她死 说话间 手上力道又加大了少许 落冰一声惊呼 落金大惊失色 忙道 且慢 你放不放人 柴虎立鹤 落金面沉如水 犹如那暴风雨即将来临 整个那趟的气氛 一下子压抑到了极点 咬牙切齿了好一会儿 她才道 既然你如此疑神疑鬼 那便让卓金与你细细说明好了 说话间 她看了一眼身边的新娘子 柴虎闻言 神色一喜 咬喝道 五妹掀过来 而那新娘子 在迟疑了片刻之后 一步步地朝柴虎行去 这小子 怕是要倒霉了 一旁的酒桌上 一直在冷眼旁观的阳开 忽然轻声嘀咕了一句 千叶宗诸人本来看好戏 看得眉飞色舞 喜气洋洋 不管今日柴虎闹这一出 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都已经损伤了洛金的颜面 日后只怕在那茶馆酒寺里 处处谈论今日之事 不明真相的人 定然都会觉得 洛金做了什么欺男霸女之事 对他的威严和形象有所损害 纯属思事 千叶宗几人 乍听杨开这么说 都狐疑地朝他望去 一脸茫然 杨开咧嘴一笑 低声道 城主大人 一副城主于胸的模样 岂会没点准备 杜仙面色微变 似是想到了什么 同样低声回道 杨少的意思是说 他准备 杨开摇了摇头 示意他静观其变 那边 凤观侠佩 头顶着红盖头的新娘子 一步步来到柴虎面前站定 柴虎望着他 那独目之中 可见欣喜之色 开口道 妩媚且站到一旁替我掠阵 我再让这老匹夫 将大哥他们放出来 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 再也不回这天鹤城 终于